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是1月26日年初五 今天又有移民的新闻看 今次是说一群想移民的人被人欺骗 不是说一个人 不是说十个人 是说接近一百个人想着移民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谁知道就上错拆船 加上被人欺骗了五千多万 因为遇到一些不好的移民公司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每个人都起码被人欺骗了几十万 当中李远华这个艺人紧急发声明 自己和这间移民公司很早前就结束了 自己虽然有帮过这间公司 但也只是局限于曾经帮过这间移民公司 分享过移民的资讯这么多 自己极度澄清 绝无参与这间移民公司的内部运作 为什么会是李远华呢? 因为李远华一早就去了加拿大发展 他也有拍片 他把自己的频道名称移家李远华 移家代表了移民加拿大的意思 所以他本身也经常有分享移居到加拿大的移民信息 我稍后会和大家看看这宗新闻 也会看看李远华那份声明 因为这份声明当中 有些字眼都相当吊诡 相当得意 相当个人的 我自己也会凭着良心 与李远华和其他有拍片的人 说一些良心的说话 你说为了钱和人合作 卖广告 又或者为了钱 和你分享一些平台信息 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拍片的 所有的片在网上世界流传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对这个社会有良心 特别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拍片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有观众支持 不需要对社会有良心这么伟大 但对不对得着自己的观众 例如我的38000订阅者 好像李远华那样 12万订阅者 所以这条片说到后面 我也会凭着良心的说话 与李远华分享 而且也会借着这个机会 和大家说好中国故事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们中国在保障我们小市民的一方面 的确是做得比其他国家好 就是说 我们中国对于 艺人是有限制的 就是说 你做艺人 你卖广告收钱 收到很贵也好 不要紧 这是你本事而已 但是 如果你代言的产品之后 是出现了问题 或者那些服务 是出现了问题 是令到有人受损 令到有人受伤的话 作为代言人的名声 是没得走的 国家是会去罚这些人的 但是 现在李远华也有名叫 他要摩就在香港 要摩就在加拿大 不是属于中国法律所限制的一部分 当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 一国两制 所以对于艺人的限制来说 香港也未必适用 如果不是 我都很希望香港可以早日见到一个 没有梁梁康 所有男艺员都有干扬之气的一个环境 好了 不说这么多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 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是掃描隔壁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隔壁的小铃铃铃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跟大家分享了一宗新闻 加拿大、澳洲、英国等等的国家 先后推出便利香港人移民的计划 移民也相对较以前容易 有不少人选择DIY 有些人也会找移民顾问公司协助办理申请 但是有加拿大的传媒报道 有大约100名近年移居的亚省港人 怀疑想坐拆船 租到无粮的移民中介压诈 款项到千万加元 即是大约5,850万港币 早年移民到温哥华的艺人李远华 在星期二1月25日发出验证声明强调 绝无参与其公司的内部运作 根据加拿大明报星期六周刊第1437期的封面报道 有一帮座新移民苦主的香港人透露 有香港移民公司近年在香港酒店办展销 介绍移民方法 声称与海外不同的移民公司合作 能够提供加拿大的职位给香港客户 亦会替他们申请LMIA工作签证 LMIA是什么会说的 这间公司还邀请艺人合作拍片 增加知名度和可信性 LMIA全名是英文 我免得读了 中文翻译叫做 勞动力市场影响评估 是一份由雇主向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提供的报告 去概述雇用外地劳工对加拿大劳动市场影响 获批之后 这个企业会按照他所说的工作条件 雇员姓名和有效期 申请者就可以获得LMIA的签证 其后在符合有关条件的话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 据称这间移民公司目标顾客是为一些不想去到加拿大读书 有小朋友的中产香港人 帮他们搞这个LMIA 声称一般工作两年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 不过这间移民公司被指并非走正途 而是与一些亚省中介合作 透过买工 买公司去帮客户申请LMIA 一帮帮助新移民的苦主港人透露 由2020年的春季收到第一个求助开始 直到现在已经接触超过20个苦主家庭 以每一个家庭三到四个人去计算 涉事的香港人已经超过100人 涉款是千万加币 当中包括多名香港空姐 其中一个人被要求以76万港元 去购买亚省的一间便利店的一半拥有权 继续开职位给自己 但这间便利店残残旧旧 根本整间都不值这个数字 当空姐获得LMIA公签 抵达亚省的第一天 移民中介已经找上门 向空姐出示文件 声称这间便利店有很多问题 即使你已经给了一半钱 去买了经营权也好 这间便利店很有问题 你要给多些钱去电资解决 让他给多5万元的加币 5万元的加币 他乘5左右 让他拿25万港元来填购买 空姐便说没那么多钱 然后中介便说 再减半 2.5万加币 再乘5 即是大概12万港元 空姐无奈就犯了 把款项传入便利店的联名公司户口 不久就发现款项被提走 然后中介也陆陆续续拿钱 一直以不允许钱 就无法扮认移民申请作为威胁 见到空姐不断被压榨被涂空 中介便建议 你用3万港币 去买你剩下的便利店的拥有权 即是又叫人多拿15万出来 最后空姐走投无路之下 被走温哥华 投靠亲戚 变成了非法居留并且失联 虽然辅住接近100个人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停身而出 因为以买公买公司的方式 去申请LMIA 即是你当类似工作签证 理论上申请人亦是犯法 辅住担心自己移民失败 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指证这间 移民公司 故此 报道也没有公开涉事的移民公司的名字 只是提醒有意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 在找移民公司协助的状况下 必须要谨慎选 接着在这篇报道刊登之后 网上有人将矛头指向某一间香港移民公司 并且声称早年移民温哥华的艺人李远华 也牵涉其中 接着李远华发声明 说近日有YouTuber和Facebook群组断章取义 影社本人曾跟某一间移民公司合作 令到移民港人蒙受损失 本人李远华特此作出严证声明 我和那间移民公司的合作形式 只是局限于在YouTube平台分享移民资讯 自己绝对没有参与其公司的内部运作 本人也和这间移民公司的YouTube合作 在2022年5月已经完结了 对于本人自创立YouTube平台后 多次在网上被无理、毫无根据和恶意攻击 深表遗憾 对于一直支持自己的朋友和网友和观众 深表遗憾 本人也将保留一切的法律和追究权利 李远华紧尚 其实看到那些人移民被骗 也令我想起昨天的那宗新闻 一个移居到英国的27岁的碩士女生 最后因为穷困交加被迫走上绝路 案中的那个凶者 其实感觉上都应该被人逃空了自己所有的职续 而且一直以来所拿出来的那些加币那些钱 我估计加起码五十多万 都应该是追不回的 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做空者也好 就算你收入是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增加也好 但是五六十万对于普通人来说 都不是一笔小的资产来的 幸好就是那个空者就叫做 温哥华那边就有亲戚能够投靠 但是投靠了也好 都由原本想着可以去做一个合法公民 就变成要去做一个黑工非法移民的事情 其实是相当的惨 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会找到这间移民公司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某一个艺人的介绍 某一个艺人在自己的YouTube平台介绍 而令到他相信 因为现在暂时都联络不了这个女士主 因为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很想看看这个女士主 亲身拍片上YouTube 去分享她的亲见亲正的所闻 好了这方面就不着密那么多了 接着就再和大家看看李远华的声明的字眼 李远华就说自己没有参与移民公司的内部运作 其实这句话很过瘾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完全不是影射任何人的例子 因为刚才我说了 我们中国是相当之好的 是说如果一个艺人他代言的产品 或者服务出了问题的话 作为代言人的艺人是需要受到惩罚的 我首先假设有一个某某艺人 他就去帮一间白酒公司卖广告 但原来最后这间公司的白酒 有人手脚不干净 有人混合了工业酒精 而令到有很多人入了医院 甚至乎离开这个世界 按照中国的标准 这个艺人曾经作为代言人 去买过广告的 他当然需要受到一定的惩罚 例如罚钱 究竟是否需要监禁呢 这个就需要去调查一下 究竟他在代言的时候 知不知道别人的那些产品是混合了工业酒精 如果你知道你也要再去买广告的话 那当然就牵涉到刑事和诈骗 如果没有的话 也需要交给中国的法庭再去查 那叫做撇除一些刑事上面 或者叫做民事上面的罚款 我们只是单纯去以我们的社会道德标准去看 即是用我们普遍人的直觉理性去看 在这种背景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那个艺人跟你说 其实我没有读过书 我没有参与让走过程 因为我是艺人 我就是负责放个漂亮样子 卖广告 负责在这里做一下对谈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微博 小红书斗音那里说几句 由于自己不是化学学位毕业 所以没有参与过让走过程 那大家想想 究竟这个社会会去怎样看这个艺人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作为艺人 假设你帮电脑芯片公司买广告的 是否代表你自己是那些 专业高科技博士生 懂得写晶片 又懂得用光刻机 很明显不是 艺人很明显就是他只是艺人 就算艺人帮一些公仔面的产品去卖的 是否代表他完全熟了公仔面的流程 是否说公仔面的面粉也是由他采购 那很明显不是 甚至有些人在这么大间公司上班 可能他只是负责做民员那部分 真正轮到制面的步骤也不轮到他 那是否代表我没有参与内部的运作 我不是在那间公司定时定后打点上班 就代表真的完全没责任呢 如果不是在中国的话 根据其他国家的法例 对于艺人的标准没那么高 可能真的不是犯法的 但是对于我们小市民怎样去看的时候 究竟又会是什么一回事呢 当然了 我们怎样看就不代表有任何的民事和刑事效力的 假设是这样的 如果有一天井仔卖广告 新年卖年糕 介绍某某人我不认识他 总之他就给了很多钱 就说这些年糕十元一袋底 很便宜 免费送货 最后各位帮衬完了 年糕送到上去之后又煤又臭 吃到大家又吵又吵 如果我和大家说 我没份猜猜猜猜的 椰汁都不是我种椰子再收回椰汁出来的 所以不关我事的 道理上可以说我没错的 但是你还会不会看我 你会不会上网去唱我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会凭着良心去和李远华说 当然你作为一个艺人 你要去发声明保障自己是对的 但是说自己没有参与内部工作的话 其实按照这套逻辑 其实所有艺人甚至乎是曾经在中国 因为广告代言而被官方惩罚过的艺人 是不是说个个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呢 当时公道自在人心 那么多位 虽然社会的道德标准 有时候就不是代表了用法律去限定一个人的 有很多人就整天坚持着说 只要我没办法就做什么都可以 某程度上是的 但是这些放在一间中学来说就是一个坏学生的表现 正如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好学生从来不需要看罪本校规做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自己不做什么就行 而那些人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做到一个更好的人 而不是每次就说 只要我没接触红线我做什么都可以 就不是这种心态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就想问 哎呀究竟李远华黄还是蓝 那我就不会去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估计李远华有机会看到这条片 或者有机会看不到 但是我也不会这么笨 就说李远华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不过我就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了一些资料搜索 我就在李远华的频道里面 就发现他经常采访不同的人 看看他究竟他曾经跟什么人一起做节目 当中有林子博 即是说那一个移居到英国 然后经常说英国间大屋 但怎么也不愿意离开英国的那个人 然后有黄秋生 然后在七个月前有杜汶泽 还有大概在一年多之前 李远华就曾经跟猫子一起合作做过联播节目 那猫子是谁呢 我就不用说得那么清楚了 如果已经有收听《井仔》一段观众的朋友 已经知道谁是猫子了 不知道的话在下面留言 应该会有其他好心观众代为解答的 然后我也特意去看李远华的影片下面的留言 看到有很多人就说 李远华跟猫子这些人做节目 为什么要自今堕落 也有很多观众善意去劝勉李远华 就说 不要这样啦 不要黏猫子那么多啦 也有些似乎是李远华一向的观众 都跟他说对他很失望 叫李远华大眼识人 其实就于今次这件事而言 李远华就不单只要戴眼识人 还要戴眼识公司 继续说了 也有人问他 为什么要跟一个专系做假新闻的人去做节目 为什么又要跟一个支持王力宏出轨的人去做节目呢 究竟李远华是什么价值观 李远华没有回复相关的留言 但是对于一些称赞他的留言 他有给心心 也有去做回应 也有人问李远华 为什么要访问一个坏人 不尊重女性的人 特别是李远华你曾经也是一个女神 你应该更加明白 女性是要值得被尊重的 这条留言 我在刚才还看到 我担心我出完这条片之后 可能李远华整条片都会消失了 我都不顶 说到这里就算了 李远华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大家是可以拥有自己的答案 其实作为一个拍片的人 特别是李远华 在我未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明星 已经在三十几四十年前青春无敌 在我未出生之前 他都了解到什么叫广告 什么叫曝光 什么叫代言 其实无论做艺人也好 还是拍片的人也好 老实说 大家都需要生活 大家都要去吃饭 大家都要去解决水电煤 所以能够有资源 即是有钱赞助之下 能够跟某些公司合作 去推广别人的产品 或者去分享一些资讯 是很合理的 但是做人应该要有底线 你不可以说有资源有合作 即是我们俗称的见钱开眼 不是说别人给你100元 你就什么都去说 别人给你1000元 你更加叫别人做老爸 即是有时候我开玩笑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跟别人说 但是呢 去到真正自己频道的时候 去到自己真正的内心价值观的时候 有些东西良心用钱是买不到的 我就不说你软华了 我用我自己做例子 大家都知道 我就有把我的电话和电邮公开 除了各位观众能够联络我之外 其实其他公司都可以联络我 其实我这两年的生涯以来 我都有收到一些 我知道明显是骗人的公司联络我 我说的骗人公司 不是骗我 是说希望我去骗各位观众 例如就是说一些假冒的加密货币公司 就希望我拍一条片 就叫大家 在他们的加密货币账号那里 就开户口 就去玩加密货币 然后就说到 那些钱很容易赚 那作为一个只有三万人的频道 他们是能够开价 开到三四千元港币 叫我去做这一件事 为什么他们会开到这么高价 是因为说 三万名的观众里面 只要有一个人中招 对于那些骗子公司来说 三万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 可能是 一万元港币 两万元港币 想着去玩加密货币 对于这些骗子公司来说 他就已经回了本了 因为整个架构都是假的 你入了两万人 人家那两万就代代平安 然后人家把两万元的三千元分给我的 人家就剩下17000元 对不对 所以人家是不介意 在骗人那一方面 在我身上下这么多钱去卖广告的 但是作为一个这么精通骗子世界的人 我当然第一时间是拒绝 对不对 另外 也有些公司 就叫我去推广 他们所生产的NFT 你不知道NFT是什么 不要紧 总之又是一些 没有用的加密货币垃圾 就等于又是叫我去哄各位观众 花几万元去买一些 骗你 哄你就说 将来会升到几十万 甚至乎升到几百万的东西 但其实到头来 由你一买的那一刻 那张NFT 其实可能是 连一元港币都不值的垃圾 如果我答应了的话 当然第一时间 就可以赚到三四千 很开心 对不对 这都已经是 差不多整个星期的人工来的 但是我就会觉得 人的尊严 人的良心 人的底线 用钱是买不到的 你觉得我会不会为了 去赚快钱 我明知道一间是 鸡棚的骗子公司也好 我都会帮他买广告 当然不会了 就算三四千元 已经去到我一个星期的 薪酬也好 但是如果我想要这块钱 顺便分享一下自己 家里生活 我前天开始 我家里坏了冰箱 刚才妈妈又买了冰箱 所以 我都答应了 我家里 冰箱的数据 我要去找 大家一般来说 都知道冰箱多少钱 就算我现在需要钱 我怎么做呢 就是等时间过 然后每一天 就按常去拍三条片 是说为了 因为这期等钱花 所以就不要管了 三七二十一 所有东西都先接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做的事是害人的话 甚至乎 不单是害人 这么简单 害人有分很多种的 例如我说一些 亂七八糟的价值观 例如我会不会支持 王力云出轨 这个没可能 就算我不是一个女性 但我都明白 你看到自己外人背叛自己 究竟是会有什么感受 我是绝对不会支持 这种行为的人 人可以在价值观上害 有些就更直白 直接用谈话去哄你 将你荷包的钱 转移到骗子身上 我经常都强调 在现在这个经济不好 其实大家赚钱都艰难 哪有可能就是 居然要继续跟其他观众下手 这个没可能 特别是说 你作为一个艺人 公众人物 你赚的钱 如果是骗人的话 其实你荷包之后都会臭 是不是 荷包的不是说 你发一两封的律师涵 又说 谁唱衰我又告谁 不是这样 在别人眼中对你印象 你就会变成圣人 口碑是需要累積 口碑是需要去建立 不是说 你用律师的威吓 你就可以把自己变成圣人 其实一个人是好是坏 很多人有眼睛 不过 有些人会不会留言去说 又或者有些人留言去说的时候 会不会被人封杀留言 就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 我这里也不是影射李软华 可能李软华自己也是受害者 可能李软华自己也是被人欺骗的 可能李软华在跟别人公司合作的时候 就算已经尝试清楚了解别人公司 可能别人那间骗子公司的鸡棚 实在搭得太过漂亮了 美得以为他真材实料的良心移民公司 结果甚至连艺人都上当也不奇怪 加上移民也是跟李软华的频道的形象 客人的对象 观众的学求 都是情一致 所以会找李软华去合作 这个是不奇怪的 但好像我这些经常都说 英国移民又怎样 美国移民又怎样 台湾移民又怎样 你猜就算有移民公司找我 我会不会去接这些广告 那当然不会 就算别人家移民公司不是骗人 但这些广告和我一直的言论方向 是有所出入的 就算多多钱也好 我自己会不会去做一个反口複事的人 其实各位观众都有答案 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观众或者有些黑粉 会觉得 井仔你不要在这里懒清高 在这里假装 井仔你自己也有帮人买广告 没错的 如果上年有留意的话 在上年新年这个时候 我也是有帮政研会卖过 一些新春产品的广告 例如说一些蠟肠 一些蠟肠 然后其他的东西 我都不太记得清楚 然后在上年的中秋节 也有帮他们卖过榴莲月饼 没错 我是有帮人卖过广告 但是 我一直都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我当时跟大家说 我没有收过任何一分一毫 实际上我也是没有收过任何一分一毫 所以不收钱的 到底算不算是卖广告呢 实际上去计算的话 我用自己的时间去帮忙 然后我自己还要付车费 搭车过去的话 实际上我只是贴钱帮人卖广告 但是为什么我会帮B姐卖广告呢 首先要说 我看到的蠟肠真的能过得到人才行 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没见过这么粗的蠟肠 我看到 隔着包子都能嗅到香 我觉得还可以 再加上价钱也是OK的 再加上有时候帮朋友 这些就没得这么计算 所以就帮人去卖广告 但是如果 我自己当时看到 那些产品很明显 就流流的 不行啊 蠟肠摸下去还濕 有血水滲出来 我到时都会找个藉口转身走 所以做人做事的时候 你为了要自己有人品 有人格 还有最重要的是 究竟你作为一个YouTuber 你如何看待观众呢 如果你当观众是韭菜 那就是觉得 随时收割他们的荷包 收割他们的钱 当然 什么垃圾 只要别人给钱 你都可以去推销 因为最重要的是钱 不是观众 但是在我的立场来说 其实我就是 当观众们是一群朋友 来的 你对待朋友的时候 有时候 生活上有什么好产品呢 我还没拍片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主动推介给朋友的 这就是对朋友的态度 我推介给别人的 你觉得我有收钱吗 当然没有了 纯粹是我用过我觉得好用 又或者 我知道那里有好东西 一起去吧 这就是朋友之间会做的事 不一定全部是有利益的 当然如果有办法是能够 我又获益 接着观众又能够获益的话 这就是三赢的作用 但是 我现在暂时就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 就算去到我将来 无论什么位置都好 原则的事情 一定要守好 因为一个人连原则都没有的话 总结上来说 这个人 不能称为一个人 就算将来 可能有黄店找我卖广告的 又或者有些人 想找我去说一些 不一定是反中乱讲的 但总之就是黄黄的 又或者是 抹意评击香港政府的言论的话 不好意思 我不会说的 如果我真的发现有些官员 说错事做错事 就算没有人付钱 就算我知道我面临着风险也好 有时候有些说话 贫良心 我都会继续说出来的 还有最后 振多李婉华一句 收钱买广告 很多观众都理解 但你要明白就是说 卖广告收钱不是第一位 第一位你是要坚持自己原则底线 第二 你要做好功课 你要去查一下 究竟服务或者商品 是否真的值得介绍给观众 接着你才第三步去决定 究竟要收多少钱 如果所有东西都是以钱为先 那就很容易会弄巧反转了 其实我这段影片 大家看到 我没有骂过李婉华 也没有说过李婉华是什么颜色的人 我纯粹就是以事论事 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拍片的人 究竟大家有什么立场 有什么原则要守好 还有我自己也很希望 中国的那一套限制代言人 如果你代言的产品出了事 你都要被罚这一套 最好就可以在香港适用 到时的话 各位消费者 各位观众 到时买东西的时候 也可以安心很多 因为你买了那件东西 万一不好 原来代言人的名声都会受罚的 变相你心里的保障会多了很多 还有艺人也不能再因为钱 就乱禁去所有低质素的产品 都帮忙去买广告 所以这个 希望香港可以早点跟国家这一套 好了 今集节目很长 就这样吧 拜拜